沒有 最要講嘛 最要講就是說 剛才講那個施權嘛 施權就是主施的事 你抒發的客戶 確定啦 除非是違反強制性 違反公序糧食 就是公共事件來善良風俗 那企業它有效 沒有企業都是有效 對於說你抵觸法令 強制性就是抵觸法令 我們今天繼續把這個完整的介紹完畢 我們之前說到建物標示有錯誤 就是要由在台代理人來更正或認章 這是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有這個規定 之前也說前列名申請人姓名 就是說那個申請人姓名就是 因為通常假生人嘛 在台代理人的認章的信仰 最要介紹這個繼承系統表 繼承系統表是 比繼承人的配偶要剩下 不管翁姓或沒翁姓 一定要寫 然後是不是有繼承 然後各繼承人之母親姓名難 若未停寫 我會怎麼講的原因是 因為他這個有載婚 結果他的孩子有的是同父異母 所以就變成說他說他的母親要填寫 這是繼承系統表一定要寫的地方 所以他說這個赤子是不是拋棄繼承 通常拋棄繼承是要三個月來 就要向法院去申請拋棄繼承 你如果沒有拋棄繼承 就是法定繼承的遺產範圍內去做清產 如果有債務 如果你拋棄繼承沒有去辦繼承 後來的這個財產 他會在一段期間內叫你去辦繼承 就超過一些時間 他就要你做標售 標售自這錢你放在提存在法院 這程序是這樣啦 這不要講一下 最後說這個拋棄繼承就要付證明文件 如果是善打錯誤 就是要在台代理人 如果他會認證 最好是查本案繼承人曾在台有涉及 因為這個駐路台灣有涉及 要釐清他起繼承身份是日本籍 還是中華民國籍 要在陳清書被主張說你是中華民國籍 還是日本國籍 另外就是說規劃日本 會規劃日本是不是同一個人 感謝 謝謝大家祝福大家平安順利